再接下来 这也是一个我拍到的照片 非常有意思的 大家看一看 这张照片当中 其实是有好几个不同的亮点 我先不说 大家可以自己猜一猜 看你能找到几个亮点 好 那我来带着大家一块走一下 首先呢 亮点之一就是 当然这是一个越野车 而且是那种很男性的 很man的那种越野车 你看甚至在上面 它还有这个反恐精英的贴的这些图 所以它是一个玩游戏的玩家 然后呢 很有意思的是 大家看 它的这个倒车镜上 还有这一块 还有这边 就这个被裁掉的 有好多地方贴的是什么 贴的是什么 小钻 这个可能大家 如果说你这个女性朋友比较多的话 你会经常见到 女性朋友会经常在手机上贴的 全都是小钻 就是这种 就是它贴了很多小钻 在这样的一个非常爷们的汽车上贴了很多小钻 还不仅于此 还有它车这个里面还供了三尊佛 这是我们真实的用户 用户是非常复杂的 负有层次的 所以其实和功能需求相比呢 这个用户体验的需求很不同在于哪呢 功能需求它非常直接了当 你做到了就是做到了 做好就是做好了 没有说是这个 做到的这个 比方说我觉得这个功能做的 好到这个 像吃了一口水蜜桃那种感觉那么好 没有这样说的 但是对于用户体验来说 真的是有很多很多的层次 可以去发掘 比方说 你看到这个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用户 当我经过这个车的时候 我真的经不住不停地想 这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用户 或者说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家庭 那么是什么样的 一个或者几个用户 在使用这辆车 他们经常都会去干什么 他们的生活状态如何 他们会用什么样的产品 他们在选择自己的产品的时候 是以什么样的标准 所有这一切的背后 都是创新的机会 那还有这个 就是我有一天在 就是在我家 因为我家住的是在市区之外 所以很幸运的是 不受政府的一些管制 会有一个找事 就是很多农民 带着他们卖的蔬菜水果什么的 来卖 每天都有 有一天我就拍到这张 这是一个卖西红柿的 那看起来是一个 很普通的一个农民妇女 但是 它上面写了一个小牌子 一块五 高兴 当时就被他打动了 我就在他家买 不管旁边有什么卖的 比他们家的这个西红柿 还要更好的 或者更便宜的 我就愿意在他们家买 生活 就是被这些情感上的点点滴滴打动的 幽默体验也是这样 其实有很多时候你说不清楚 你为什么喜欢这个产品 比方说 有谁能解释 为什么小女孩就喜欢粉色 小男孩就喜欢蓝色 为什么 我也不知道 他们自己也不知道 但是 就是中间有一些情感上的东西 很微妙的 比方说他个人的情感 或者说 他周围的小朋友 这种社交圈子的情感 互相影响 就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 所以 不仅仅是从文化层面 从情感层面 也可以来发掘 我特别喜欢我的好朋友 Rocky 他说过一段话 我觉得这个也是可以分享给大家 就是 一个产品 我们为什么要把它做得漂亮一点 为什么 其实 我是一个很理性的人 而且我在 很多时候我看到 因为在以前 在Google 在微软 在其他一些地方的工作经验当中 我可以看到说 如果一个产品 它只是纯粹视觉的改版的话 你会看到它的整个这个 产品的流量的变化是什么样子呢 从这边开始 首先呢 这个流量是会下降 因为任何改版 一旦是有新的东西出来 用户都需要一个适应期 在适应期过程当中呢 对于产品的使用 一定是受到阻力的 所以这个流量是会下降的 然后呢 一旦是过了这个适应期 它适应了新的产品形式 这个流量会上升 如果说 这个产品的改版 是包含功能和视觉两个层面的 那么上升以后 通常来说 改版成功的话呢 这个流量会更高 改版失败呢 流量会比较低 但如果是纯粹的 视觉的改版 比方说 就是把它这个界面 变了一下长相 通常来说 这个流量 跟原来的这个流量 是平的 但是 视觉设计 或者说把一个产品 做得漂亮一点 它还是有实实在的好处 比如说 在 App Store上 大家如果说 这个你 你用这个 iPhone 或者是用Android的手机 你会下载应用 一个漂亮的图标 就是会比不漂亮的图标 带来更多的下载 为什么 很简单 如果说 你的团队 连做一个漂亮的图标 这么简单的事都做不好 那 用户怎么能相信 你的产品 是一个精心打磨的产品呢 当你的这个产品 设计的比较漂亮的时候 用户会更宽容 你的产品里面犯了点小错误 他会觉得说 呀 这个 这么可爱的一个孩子 犯点错误就犯点吧 那我可以 我可以等你再改过来 但如果说是 长得 不那么好的 可能 因为你犯了一个错误 用的时候 这个质量不行 直接把你扔掉了 或者说 当你比较漂亮的时候 同时你非常好用的时候 大家会更愿意去宣传你 讲给其他的朋友听 说 我用了一个什么什么产品 很好 为什么 因为当他在讲的时候 他觉得自己很有面子 我讲的是一个看起来 一眼看上去就很棒的产品 说明我很有品味 所以我愿意分享给别人 所以其实 情感层面的这个东西呢 很微妙 他不见得是一个制胜的 比方说你一个好的产品 不会因为你的产品 设计的界面 没有那么好看 就 就废掉 一个很烂的产品 不管你怎么样包装的漂亮 但他也不会成功 但是 如果说你的产品 本来就已经做得很棒了 那为什么不把它做得更漂亮一点 从情感上打动人 从情感上和人建立起联系 会是一个很好的方式 会是一个很好的方式 还有像 这个梦想 有一天 是我岳母过生日 那我老婆就跟我一块策划说 可以送一样什么样的礼物给她呢 我们想来想去 觉得说 反正买东西 年年都买嘛 今天可以做一点特别的 于是我们就找到这个 智能手机上面 一个钢琴的小应用 我们说我们一块去弹一个 生日快乐歌吧 我是一个彻底的音乐白痴 我完全 这个 这个 协调能力根本不足以 让我能够弹出这样的好东西来 但是我们碰巧发现的时候 哦 原来有一个 他会 大家可以看到 他会告诉你 这会儿应该弹什么 所以让我这样的音乐白痴 这样的普通人 也可以做到一些 我梦想当中可以做到的事情 这个也是一个巨大的机会 所以 其实 对于 大家来说 用户的梦想 用户的痛点 都会是非常棒的创新机会 好像这张 也是我拍到的一个 呃 一位老伯 他自己是做了一副 手绘的北京地铁图 为什么他用手绘的 因为他觉得 他在公开渠道上都能够拿到的 要么就是太小看不清 要么虽然大呢 但是他没有办法 自己在上面做标记 大家你看 他其实做了很多自己的笔记 从哪儿到哪儿 上下换成 这是用户的 梦想和痛点 所以 接下来呢 我们再看看几个 快快地过一下 这个产品趋势和研发趋势 对于产品来说 实际上我们现在的这个情况是由大而美 从大而全转向小而美 比方说 大家可以搜一下 QQ做了这么多应用 所以其实有这么多应用之后的话呢 即便是他不出Q phone 不逼着大家去买一个Q phone 就已经做到把每个人的手机都变成了一个Q phone 还有像这个 比方说 咱们比较一下上下 这是Google的这个AdWords的注册页面 有什么区别呢 大家可以看到 现在在中文上面 是有了一个可以直接拨打的电话 上面是英文的 还一直保持着没有 其实在过去几年当中 AdWords一直很纠结 就是这个注册过程本身就是很复杂 那么Google曾经一度认为说 我就是应该用技术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怎么样改进这个产品 把它做得更易用 或者花了很多钱 请广告公司去做很多教程 但是竞争对手百度就做了一件事情 就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而且是明显的用户体验要高很多 什么 就是放一个客服电话 如果有问题打电话过去问 所以那在中国Google也学到了这个 所以实际上 大家不要太迷信于说 这个一切问题都是应该技术解决的 或者说一切技术问题都是应该技术解决的 不一定 我们要的是最终用户体验的结果 而不一定要的是说 它一定是一个纯粹的技术解决方案 还有像这个 比方说这个 现在很火的 也是我们投资的 有个产品叫知乎 那在上面其实聚集了很多 非常非常优秀的资源 就像优米网一样 那事实上 大家可以看 这一类产品 它的进化是 最开始从01年02年 在韩国的Naver 然后发展到在中国的百度知道和在全球的Yahoo Answers 然后再到这个硅谷最近的这个Coral 然后再到知乎 同样的都是为了让用户能够获取知识 获取那些在互联网上面这种规范化的文本写出来 查不到的知识 那么这些产品实际上是在不同的产品时期 不同的用户群和使用环境下 做出他们不同的这个探索 比方说像Naver 它的这个知识搜索 为什么最开始 世界上是它首创的 因为那个时候 在0102年 韩国的这个宽带已经普及到了超过90% 但是很悲剧的是 没有韩文内容 不像美国有那么多的网站 但是它没有韩文内容 它就只好 发明一个产品 让用户自己去贡献内容 随后呢 这个 在亚洲 知识搜索类产品大行其道 而在欧美呢 一直没有真正成长起来 当时就有很多欧美的人说 其实是因为什么 因为欧美人的生活习惯当中 不需要这样的产品 一方面是所有的信息 在网上都可以查得到了 另外一方面呢说 欧美人少嘛 不像亚洲那么多人 那个随时24小时 你总能找到帮助你的人 甚至还有说的更可笑的说 这个像亚洲嘛 这个人几人 大家从小就是生活在一个 走在路上都会互相挤着 然后睡觉都会一个大屋子里面 睡很多人这样的环境 所以对陌生人之间的关系 会比较亲近 比较愿意回答陌生人的信息 直到 Corel出现 所有人都发现 原来其实欧美的人也需要 因为其实搜索类的产品 和这种知识搜索类的产品 它上面贡献的内容是完全不一样的 比方说 像这个问题 说这个在美国和中国相比 创业创新的环境有什么不同 你怎么搜索 如果没有一个 比方说很权威的人 在网上发表过一篇 被大量转载的文章的话 你根本不可能找到这样的内容 但是在知识搜索类的产品当中 可以 你提出这个问题 有人回答这个问题 并且真的是集思广益的问题 那同时 大家可以看到 现在的这个产品当中 产品和用户的关系 也不仅仅是这种工具的关系 比方说 你不会因为这个微软的这个word 做得很好用 所以你每天闲的没事 都会打开起来用一用 不会吧 你用它就是为了完成一个任务 用完了就用完了 你不会再去多看两眼 但是比方说像微博这样的产品 你甚至半夜起来上厕所 都要看两眼 为什么 不是因为微博做得好用到 你半夜上厕所都要看一看 而是因为 它提供了一个用户之间 互相激发的平台 上面有用户分享的好内容 也有你想分享给其他用户的好内容 像刚才说了那么多 可能都会是这个 新的需求 新的用户群 新的使用情景 但是我告诉大家 其实产品啊 它真的不一定总要发掘新的需求 有很多老需求 在新环境下的新解决 也是非常好的创新点 比方说像这个 优惠券的产品 也是我们投资的布丁优惠券 它在上面呢 就是放了很多这个 以往必须要 在网上下载下来 打印出来 或者说要在现场 领取的优惠券 现在变成是 你跑去麦当劳 直接把手机给他一看 然后就可以优惠 还有像这个 酒店达人 这款产品 他发现说 有很多用户 其实是出差的时候 他没有提前预定酒店 到了当地 现场一查 然后入住 这种行为 就激发出这样的商机 就是说 用这个产品 帮助你迅速查到 你周围的酒店 当时 我和另外一个朋友 前几天的时候 一块来比较 说这个产品 我那个朋友 他是拿出一款产品 是传统的 先要选日期 选城市 然后再选 这个各种各样的条件 经过大概四五步 才能够找到酒店 而我拿出这款产品呢 掏出来一打开 马上他自动GPS定位 就找到我在哪 然后出来的就是地图 哗一下出来一大片 说各种各样的 这个房间的价格 我可以直接选 当时我就觉得特有面子 你看我这产品 我一打开就可以用 你还要这个四五步 这是一种新的用户行为 同时也激发出来新的产品 下面一个呢 是在韩国地铁当中的 就是他把这个超市的模型 搬到了地铁当中 所有的 大家看到这个 所有的一些商品 其实是印在这个地铁墙上的画 然后你可以拍张照 通过二维码 就可以买这个商品 最后研发趋势 首先这是一个小游戏 建议大家可以回去 跟你们团队的这个 跟你们研发团队一块玩一玩 这个游戏是我聚集起来 很多这个研发团队成员 以工程师为主 也包括少量的产品经理和设计师 我跟他们说 现在我们有款很不错的产品 大家呢 想想怎么样把这个产品 推向市场 推荐给用户 每个人想到一些个关键词 把每一个关键词 写成一张小纸条 贴出来 分类一下 我们把所有的这些人 分成两个组 做出来的结果完全不同 看一下 有什么不同 第一个组呢 是 它有很大的一群是什么 是在讲口号 就是什么 世界第一中文最大 然后呢 在功能跟性能上呢 它讲了很多性能 而另外一个组呢 最大的一块呢 是体验和界面 在功能和性能上呢 它讲功能 为什么 当时大家都觉得很奇怪 咱们都是工程师啊 天天一块吃饭 一块拉着手上厕所 觉得我跟你没什么区别 为什么做出来这个结果不一样 我告诉他们 为什么 因为我私下里面 分别跟这两个组 各说了一句话 对于上面这个组 我说 你们是开发者 你们把自己的这款产品 推荐给用户 对于下面呢 你们是用户 你们把这款产品 推荐给自己的亲朋好友 大家恍然大悟 原来 是这个思维角度 稍微变了一点 比方说 像 对于开发者来说 他的潜意识里 总会以一种开发者的心态 来 来介绍自己的产品 比方说 我很希望别人知道 我这是一款 什么样的产品 我拿过什么奖 我在技术上有什么领先 而对于用户来说 他所能感受到的是什么 他所能够推荐 介绍给别人的是什么 就是 这个产品启动起来快不快 做一件事 他使用步骤少不少 这个界面看起来 是不是符合我的品位 甚至还有这样一群 这是我在做之前 我都没有想象到的 就是关于用户特点 就是那个典型的 就是说 我妈用的不错 要不要给你妈试试 就是用户在和用户之间 在做推荐的时候 他是会用这样的方式 以用户能够理解 能够传达的方式 在讲这个产品 经过这个小游戏 其实对整个团队的触动 非常深 大家会觉得说 哇 本来呢 这个工程师 尤其是工程师 或者技术背景的人 经常会遇到的问题是 他会很百思不得其解 说 我觉得这个东西很好用啊 是个人就应该会用啊 为什么还这么多抱怨 说他不好用 其实经过这个小游戏 大家会很清楚看到 其实 开发者和用户 他的思维就是不一样 所以必须要具有 用户体验的思维 才可能把你的产品做好 还有比方说 这个接下来 像在这个具体的做法上面 有定性的测试 定性的研究 和定量的测试跟研究 做互联网产品的人 会很信这个 定量的 什么东西都是跑票数据 这样心里踏实 当然这是一个很好的方式 但是他也有一个 很大的弊病什么 当你产品没出来之前 你没可能有数据 并且 有很多时候 当你跑出来数据 你还是不知道为什么 所以其实呢 还是要和传统的一些个 定性研究的方法 相结合起来 就定性研究就是什么呢 就是比方说 你做用户访谈 然后做这个 把用户请来 试用你的产品 让你来观察 他使用的过程 这会让你真正 看到一些细节 用户在什么时候 什么问题上 会遇到困难 并且其实 这种定性测试 也不是大家想象的 那么复杂 那么代价高昂 比方说 一说到定性测试 大家可能会觉得说 呀 这个我 请几个用户 大概不行 我得请个一二百吧 一二百个用户 哇 这做下来的话 没几个月做不完 光是给用户发电话卡 这个钱可能都得好几万吧 可能会几十万吧 但其实我告诉大家 一个经验数据啊 就是大家在做用户测试的时候 大概八到十二个人 就可以涵盖 你发现你产品当中 百分之八九十的问题 甚至更高 所以基本上这是一个 当你做第一个用户的时候呢 你会发现很多问题 第二个呢 也会发现更多的问题 但是当你做到 八到十二个人的时候 你会发现 发现的新问题越来越少 所以其实这会是一个 比较经济有效的 实际上没有大家想象 那么恐怖的方法 同时呢 因为现在的这个产品 大量的是 用户会在产品当中 贡献内容 用户会及时给你发反馈 有这么通胀的渠道 即便他不给你 及时发反馈 用户的数据 你还是可以看得到 所以实际上 现在是一个用户和你 共同做设计的 这样的一个时代 比方说过去的关系 是开发者和用户 完全是两群人 开发者做出一盘菜 端给用户说吃吧 用户好吃 他就吃两口 不好吃的把菜一扔走了 但是现在呢 是开发者和用户 本身就是混在一起的 他们互相激励的 同时呢 用户还会帮助你 去激发激励 和吸引到更多的用户 所以这个 其实是现在的产品当中 一个巨大的 一个趋势跟好处 大家必须要利用 在具体的方式上呢 其实我推荐大家 可以看一看什么呢 看一看 现在有这个 有叫 Lean Startup 这种受创业 然后Lean Thinking 这种思维 其实就是说 用最少的资源 和最快的速度 把你的想法 快快地探索 变成是 可以看得见 摸得着的东西 先有小规模的用户测试 再进行大规模的用户测试 这样逐层的 让产品能够 更快速地成熟跟成功 那在超音工厂的话呢 其实我们也 探索出很多自己的方式 比方说 像这个 有很多设计师 刚刚来到 超音工厂之后 这个我 强烈扭转 他们的一个习惯是什么 我说 你们只许 用笔和纸 用白板来做设计 事情想清楚之前 不许碰电脑 为什么 当你用纸和笔的时候 你画一条线 你不会在意 这个线直不直 你放两个方框 你不会在意 这两个方框 对得齐不齐 但是在电脑上 你用最好的工具 做的时候 反而会 你顾及说 这个线画直了吗 这个方框对得齐不齐 间距合不合适 你会操心在很多 没有价值的 细节上面 但我这个说的是 前期的探索 哪怕是一个 最好的产品经理 最好的设计师 他用电脑 来做一套方案的时候 最少几个小时 甚至会半天几天 但是如果说 大不方试一试 你在纸上或者白板上 也许三十秒 一分钟 两分钟 你就可以出一套方案 这可以帮助你 用最快的时间 做最多的探索 同时 白板也是一个 非常好的协作的工作方式 电脑 是你一个人坐在电脑前 只能一个人用 但是白板是 每个人都可以 把自己的想法 马上贡献进去 所以如果说 我们来看待 怎么构成 整个用户体验的质量控制体系的话 它真的是一个体系 它不是说 好像有一个checklist 你最后产品上线之前 检查一下 就能够保证一个优质的用户体验 做不到 真的是需要一个完整体系 它需要尽早的开始 需要快速的设计跟探索 需要尽量的让企业当中 对用户体验 有经验的人 有兴趣的人 共同集合起来 构成一个用户体验的平台 而不是说这个山头林立 每个人只操心自己的一点点事情 然后呢 也需要充分地利用数据和反馈 并且不仅仅是说 充分地利用已有 你更需要注重 去创造一些用户 能够给你反馈的通道 比方说像 像这个很火的小米手机 它的论坛其实就是一个 开放式的一个产品管理系统 以往这样的管理系统是内部用的 但现在它用论坛的形式 把它开放给所有的用户 所以就变成是 你的产品不是你公司几百号人在做 是所有的几十万 甚至更多的用户 在帮你做这套产品 有了前面所有讲的这一切 我希望大家如果说 这个因为我知道在做的有很多事 实际上是公司的高管 最后的这一页 也是对大家的一个非常好的倡议 非常重要的倡议 就是有了前面所有说的这一切 那么在企业当中归根到底 是要有一个企业层面的推动力 比方说 从组织结构的层面 你是不是有足够的用户体验的人才 进入到你的公司 并且你有合适的方式 去培养它成长 你的公司决策层 有没有人为用户体验说话 在工作流程上 你是还把用户体验当作那种执行性的 我产品都做出来了 来美化一下 还是说从产品的创立之初 就把用户体验当作一种战略性的力量 投入进去 你的办公环境是像传统的公司那样 这个等级森严 重规重矩 还是说办公环境本身就是一个到处充满了白板 到处充满了大家可以自由讨论的空间 合作的空间 你的激励机制上面 是不是对于这种设计和研发 当作同等价值的东西来看待 你的设计是不是当作一种 可以从战略层面上推动 整个公司产品创新的东西来做 所有这一切才能说 形成一个公司的自上而下的共同目标 就是我们做产品 产品创新的目的 就是为了给用户提供最优质的用户体验 由此来获得产品的成功 感谢观看